我决定了 今天跟老板辞职 你确定 你和老板不是好兄弟吗 我决定了 今天给你帮我到盛职 您想好的 他可是我的好兄弟 七年前 我刚做他员工的时候 他还是个创业公司 我爸妈就劝我 赶紧辞职吧 可是他没有未来 还要给我找别的工作 可是我不听了 我觉得我的爸妈不了解他 他一定是个好老板 七年前 他名牌大学毕业 前途一片广远 本应该找一家 好一点的公司上班 可他选在跟我吃苦床业 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从那一刻起我就下逃了 我一定不能让他读书 一开始和他在一起创业的时候 很渴望 那也很值得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没想到今天课过那么能喝 难为你吧 没事 只要我拿下来就好 走 我送你回家 太哥不用了 太麻烦了 以后别叫我太总了 叫太哥 上来啊 上来啊 一个成功老板认识 一定会有个好业功 毛不头就是 今天还好你赛 高原这张河头又黄了 他那两杯白酒 我干也有 我阿姨有点难受的 你酒量还算可以 慢慢的 他的公司越来越好 我的工资也越来越高了 但是我们的关系 却渐行渐远 喂 刘总 知道今晚独醉不归 我懂吧 安排 安排 好嘞 再见刘总 太哥 我跟你去应酬刘总 不用 你在公司整理一下资料 对了 工作的时候 称职务 好的台总 台总 我是刚来公司实习的实习师 能不能带我去学习一下 可以啊 年轻人有成交 走 谢谢台总 只见新人笑 不闻旧人哭 终是金人 生旧人 工资越来越好 业务也越来越多 可这小子的胃不好 我不想让他去喝酒应酬 让他在办公室清闲一点 可我有害怕 别的同事知道 我跟他关系太好 他会被针对的 我就不让他再叫我台哥了 我想他应该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吧 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关系是雇佣之上 兄弟未满 现在看来 是我想多了 在这段关系里 我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角色 尽快找一个能替代蘑菇头考位的 要快 好的台总 蘑菇头是犯什么错的吗 没有 我要给他伸直做负责 尽快找 那这个好消息 要不要告诉下蘑菇头 啊 魔副总 不用 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七年了 是时候给他一个圆满的结果 与其狼狈的离开 不如花脸转身 一切都白了 是时候告诉他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一切都变职了 是时候结束这段梦和审理的关系了 莫果 来得正好 大伦 我要给你升职 陈祥六点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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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